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几天前 我的一位朋友倒车时意外撞上树桩 导致车子的消音器和排气管脱落 不得不马上送去维修 几周前 我另外一位朋友正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 汽车引擎突然起火 感恩的是他没有受伤 这些都是意外事故 不是什么人蓄意安排策划的 这些事情提醒我们 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上 难免会有无望之灾 这些事不但令人气恼沮丧 还可能让人深受其害 或是造成高昂的经济损失 没人喜欢这些事 但生活中就是会发生这些事情 原因很简单 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 和其他不完美的人 一起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 说到底 我们尚未进入荣耀 我们需要随时警醒 警醒不倦意味着为了达成目标 不懈地付出努力 即便遭遇困难 失败 反对 也坚持不放弃 而警醒不倦 最明显的特质就是 坚定 当我们在职场上 履行日常工作职责时 无论是作为企业的拥有者 主管 还是普通员工 都难免会遭遇 意料之外的事故 这时 我们正需要警醒不倦 让我们靠着圣灵所赐的信心 勤勉 耐心和决心 坚定地挺过去 如果身边有人正经历 突如其来的问题和挑战 让我们成为他们的鼓励者 帮助者和朋友 我深信 无论高山低谷 神始终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一起思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最近你遭遇过什么意外吗 当时 事情对你的身心灵 造成哪些影响 第二 回顾过往 你认为 在那些意外之中 神不变的心意 是什么呢 第三 你自己的亲身经历 有没有帮助你 成为更好的鼓励者 帮助者和朋友 为什么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并没有